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對,很多 他們的好處是 如果讀歷史的話,他們覺得很悶 但如果看過Wall Game 去模擬在古代的戰場 或者近代戰場 例如格納戰爭 或者中途戰 那些小朋友就會很快吸收到 整個事情的過程 我沒有打Wall Game 但我覺得既然大家對戰爭有興趣 我們可以用一個節目去表達出來 如果一個節目就是大家喜歡看的 我們就長做 希望藍獨為幫忙 另外一個靈感 為何會做這個節目 就是因為有本書叫《改變歷史的重要戰爭》 我在這裡找出來 靈感就不是因為這本書好 是因為這些書寫得很廢 剛剛說了嗎 這樣寫得那麼廢 看完也沒什麼意思 看完你得益不是太大 所以我覺得可以有一個節目的空間 當然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 例如我們去看歷史書 怎樣說這段戰役 但問題就是 尤其是涉及到古代戰爭 中處紛紛 其實大家不太知道真正那場仗是怎樣打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攝影 憑口傳 甚至口傳本身有些人打了很久才說出來 有沒有加嚴加錯 甚至有偏差 還有那個來源本身就很片面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今天要講馬拉蟲戰役 我們現在主要看的是 瓦典人自己怎麼說這件事 原子材料就是希臘文 但輸的那家波斯人其實很少說 可能那些人已經絕種了 大家沒有說他為什麼會輸 或者他也不太想說 但這是一個歷史的沿岸 所以我們今天首先去講這場戰役 我也在這裡解釋什麼 戰役和戰爭的分別 戰役就是battle 戰爭就是war 如果講到戰爭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位置很長 在講幾年 或者有些去到幾十年 或者有些試過有些長的百年 我們就不可能短短一個節目時間 可以告訴你這場戰爭是怎麼打 打一場戰役相對就容易處理 戰爭和戰役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英文的說話就是 Win a battle and lost a war 你可以贏了一場戰役 但輸了一場戰爭 但有些戰役在歷史上很重要 就是改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譬如馬雅松戰役本身 就是一場改變了歐洲歷史的走向 在歐洲歷史上來講 這場戰爭的重要性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如果當時雅雅的人輸了的話 或者後面另外一場戰役他們輸了的話 整個歐洲的 他們覺得歐洲文明 古代文明的歷史就改寫了 這場戰爭的發展的時間 就是公元前四百九十年 當時其實所有事情都很落後 照計 但是你看看後面這個 這麼帥氣的 這些希臘人的士兵 你就會看到 如何當時的美感 而且他的規格很帥氣 但是最帥氣的是那個頭官 你猜不到是甚麼 代表甚麼 代表甚麼 是一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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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嗎 後面是雞官 他為何會扮成一隻雞 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個 在羅馬時 他們仍然會用這種裝備 我猜這個頭盔 如果是一個頭頂 本身就有實用的意思 是 不是只有這個 其實如果你看現在 就是希臘人的那個 古希臘的頭盔 沒有這麼精緻 嗯 以前已經可以 咬出來已經很威風了 但是主要是 會把鼻樑蓋上 如果這個就沒有 就是留一隻眼 但是後面這個 雞官本身 我覺得純粹是裝飾的意義 威武 威武 先嚇一嚇你 而且我懷疑 以前沒有甚麼打游擊 因為如果有這樣的裝備 其實人人一看就知道你在這裡 這些應該不會打游擊 這些應該已經告訴你 你聽我來的 是啊 那我首先要介紹一下 就是歷史上第一場戰役 就不是這場戰役 就是第一場歷史上有記載的戰役 就是這個Battle of Migueldo 米吉多戰役 就是埃及打的 所以歷史上第一場的戰役 就不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場打的一場仗 而是第一場歷史上有記載 有記載 就是說 打的原因是什麼 打了之後幾多人被枯留 幾人死了 原來有數過 接著用那些什麼武器 就簡單地記錄了下來 但是這個就是公元前的 大概一千多 一千五百年了 所以距離這個戰爭都一千年了 所以那個趣味性 我們留在這場馬拉松戰役裡面 才去講 原來很簡單 因為歷史上那場戰役 大家打完都不知道那個理由 就是那個重要性在哪裡 就是記得就是 在第一場而已 好了 那打這個馬拉松戰役 其中一件事 就是為何今天找鐵藍 譬如說 埋身搏擊 physical training 就是如何測試體能 那樣東西 鐵藍就可以用他自己 切身的經驗去講出來 那究竟馬拉松這個戰役 就是那個重要性在哪裡呢 那大家知道現在有奧運會 奧運會其中一個閉幕是跑馬拉松 跑馬拉松 那歷史上就是這個馬拉松的戰役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就是開啟了人類第一次跑馬拉松 嗯 但是這個馬拉松是超級馬拉松 那不是現在我們那隻馬拉松 那有兩部分的 兩部分可以用來介紹這個戰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場戰役本身呢 就是因為那些波斯人要去打 這個 阿典 希臘 希臘 其實是打完整個希臘 但是第一站就是打阿典 那當時呢 就是我們 最終最後那部分才講了 為何要打這場戰役 我們首先講了怎樣打 但第一個要講的是 這場戰役牽起了馬拉松 這個賽跑本身呢 它的特殊意義在哪裡 那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說 當時波斯人要去打希臘的時候 雅典人就求援 其中一個求援的地方 就是他們要往斯巴達 因為斯巴達當時整個希臘最好打的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軍事城邦 即是人人 是男人都打仗 香港不打得死的那些 不打得淘汰的那些 不打得淘汰的那些 他一出生呢 他覺得你不打得淘汰了 那這個由 就是他求援 這個就是雅典跑去希臘 跑去希臘 那全場是多少呢 全場呢 就是240km 240公里 現在我們看到圖這裡 就是由雅典 跑去希臘 問他 為你們借兵 來回 跑了兩天 就是全場 就是240km 那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兩天連續這樣跑 你覺得個人要有些什麼體能呢 個人要有很多 有很多 就是你現場能力很多 就是你有很多儲備 有很多脂肪 有很多 很多能量 你的肝要很強 不是呢 基本上跑不動了 對 但是他跑兩天好像沒什麼事 為什麼呢 他不是跑這個死 他後來那一場很短 跑死他 這件事是為什麼呢 就是 他第一件事 雅典過得爬底 就跑去借兵 那借兵回來 他跟他說 不是不借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開派對 所以開派對 就是他們有個節日 要祭神 他們祭完神回來 我們就幫你了 他收到這個息 他要把他報信 這個證明一樣 當時沒有風火的設備 是 即是說他們元老之間沒有溝通 因為 在更加早的這場仗 其實他們有個設備 就是打贏了那場仗 那場就是 摩瓦圖城的那場仗 就點風火 為贏了那場仗 所以在斯巴特那邊 就收到 但是這個過程就沒有了 好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跟著他打贏了 在那個灘頭打贏了那場仗 他要報信回去 給雅典城裡面的人知道 很多人沒有說 為何要報信 為何他要南跑回去 是因為當時 這些波茲人打贏了那場仗 其實他們的船 是駛回到希臘那裏 跟著打他 那這個打場仗 這個將軍 是說了給聽 留在城也點城裡面的人知道 如果我們輸了 我們全部會自殺 那所以他跑得不急 他說 因為防止他們 不知道二位 以後輸了 因為這個 摩斯人雖然輸了 但是那些船 駛到雅典 想打第二場 那為何他們 後來打 都打不到 就是因為打完這場仗之後 那些雅典的人 跑回去 雅典城場那裏 說我們還在那裏 所以馬拉松 跑第二次那個 是要跑得很急 還有要跑得很快 那這個船長那裏 就是40km 就是馬拉松 這個就是馬拉松 那我就讀過 原來現在西九 即是說我們建的超貴 是26個 那我想問你 跑射是歷史傳說 他跑回來 說了一個說話 Nike贏了 即是現在那個 那個品牌 Nike 然後就低了 傳說是這樣的 那你覺得可不可能呢 可能 可能 你看看現在香港 搞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很多 平時訓練得不太好 去到樂場跑的時候 又心紅 跑過了自己那個 那個負擔的勤力 那最後一過了終點 一放鬆就死了 好像聽說 如果在馬拉松的歷史 很多跑手都死了 那是其中一個 最高危的運動 其實根本就不適宜 現在香港當作是 全民運動 其實是不適宜的 根本是有危險性的 而且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對身體的損害 都挺大的 嗯 尤其是心臟 心臟都很嚴重的損害 嗯 很少 很少人地方 就是告訴你 那些全民運動 用這些做的 嗯 就是香港比較奇怪 但是你看 這個 這個照顧一個專業跑手 因為跑 就是二百四十個 都不死了 但是你跑這個四十 跑四十 他跑死了 不是 那個心態不同 你那個跑是通訊 就是去通訊 不是很急的 但是這個 這個 全城人等你 如果你去不到 他死了 那個心理壓大一點 可能就跑得厲害 跑得快一點的時候 尤其是當你 因為你跑得慢的時候 你的身體有狀況 你自己知道 嗯 但是跑得很急 而很急的過程之中 你又能夠達到那個 就是 輸出量 和你那個 身體的那個 平衡 是做得很好的話 嗯 你在跑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不會感到很痛苦的 也會感到很辛苦的 嗯 你可以跑得很好 很順 越跑越順 但是呢 到你一停下來 你的身體 你原來所有東西都用完了 嗯 連少少糖都用完了 那你就可以 嗯 就是這麼簡單 換言之 你的看法就是說 他雖然是一個專業跑手 但是那個精神壓力太大 對 和他跑得太快 即是比平時的速度 應該是 那變成壓力大 然後又消耗得強 但是他剛才又去到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叫平衡的那個 stage 變成他就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越跑越順 越跑越舒服 沒有壓力的 好像好像 我們都很熟 跑長跑都會的 跑一段時間 他很健康的 嗯 你覺得一點事都沒有 那你會不停地跑 但當你減慢速度的時候 你就來了 還有他會否開心 他減速太快 就是說他一喊完 他就跌倒 其實 這個也是原因的 大家如果做運動的時候 記住一樣東西 那個運動你不能突然間停 不可以突然間停 亦都不可以突然間躺下 亦都不可以躺下 亦都不可以躺下 即是不要有些人跑完 即是跑步 或者跑步 跑場 跑一段1500 有些人不是跑開步 他突然間覺得很累 他一坐就 有個計劃就躺下去 那是不好的 這是壞習慣 因為你對心臟負荷會大了很多 反而就是 不是你停下來 你的心臟負荷就 說得而是 反而加重了 加重了 特別你躺在那裡 你躺在那裡 壓力大很多 所以變成很容易暈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警勢的意義 你看到這裡其實很短 這個由馬拉雅 即是有馬拉雅 去到雅電也很短 不過就應該是山路來的 不是平路來的 所以更大了 未必是 即是容易過他跑這個 由雅電跑去這個 斯巴達那裡 但anyway就是 歷史上記載 他回去叫了一句 Nike 那就行了 那就躺下了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 就是當時這場仗怎麼打 這個也要後來請教鐵欄 第二節回來我們就會說 你這樣想聽到 我之前也不能講 你這樣想看 你這樣想看 很重要 每個人 很多人 我從來 今天想看 你大人 過帽子 我們 很緊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